所以你在BanBan台就是穿這樣 然後在吃東西 然後在那邊洗洗淑淑什麼 沒有就是那時候在吃便當 然後那個便當很大一碗 所以我就拿不起來 我就是低頭下去這樣 不知道他為什麼吃便當會洗洗淑淑 吃麵才會有那種 沒有暴風吸入啊 歡迎收看今天的玉璽郊區 劉欣大來賓 掌聲鼓勵 我以為你們會接 我講話 妳就直接把講話給我拿來 YA 聽說剛來的時候是有點緊張 現在還是嗎 非常緊張 是怎麼了嗎 現場有人看起來很不友善是不是 感覺是 我愛你老友善啦 今天主要是要感謝鬼東啊 可以讓我們認識新妹啊 你看多開心 對不對 我已經把這個節目當成最大結果平台了 挑割 終於啦 鬼東今天出手啦 看比較有軟體還好玩是不是 那我們在開場 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爸爸們啦 老熟啦 Surfshark總共有八大特色 沒有網路記錄 安全和匿名的瀏覽 裝置平台的完全支援 無限制使用裝置的數量 快速又穩定的網路 跨區高速觀看 各大串流平台以及優秀的售貨服務 重點是現在的價格又更便宜了 只要輸入我們的代碼 DC9487就可以享有15折的跳樓優惠 我們第一位爸爸看完了之後呢 今天有第二位爸爸是不是 安泰克 Performance 1 FT Silent 跟上禮拜的不太一樣 上禮拜的玻璃版 這次是這個靜音版 一樣有全模組化的機身架構 內建CPU與GPU的溫度顯示器 然後搭在我們安泰克 StormT3 P.RAM的風扇 側面呢有這個靜音棉的設計 還有磁吸式的前面板 非常有質感的機身 鋼板的厚度達到0.8mm 熱銷的價格是4890元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我們的焦點 給回到今天的大來賓秘密集身上了 馬上來看一下今天的來賓誌卡 又稱小蜜 也可以叫她白夢婷 觀賞型美少女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有點點滴的意味是不是 為什麼 近期聖誕期真開賣鐘 為什麼叫觀賞型 就是我一開始剛開台就出的slogan 就是我給自己的一個 就這六個字用到現在 就只是覺得說 大家都會叫我不要開口 但是我開口很扣分 會破功 對 所以就是觀賞型 好看就好 二人呢 有圖可以看喔 這是免費可以看的嘛 我跟聖誕節真是一點關聯 有啦 都有啦 好多的關聯啊 粉紅色的聖誕樹我看出來了 謝謝 我跟你講那個目光都不在那裡 其實拍得不錯耶 拍得不錯 泥泥無拍的 這好像主打拍還行啊 是第一次出寫真嗎 不是第一次 但是是第一次出實體 而且這麼 大詞 對 這樣對你來說算是有史以來最大詞 不過我看你在那個泳池台 表現是相當良好啊 欸沒錯 最近人家是這樣子說 泳池台又更大詞 我不能不說看完泳池台呢 你說你的尺度沒這麼大詞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泳池台那天我記得 不是有一個CK環節嗎 哦對對對 你的CK怎麼跟人家好像特別不一樣 我跟你講那天真的 有鬼東在群組裡面就有提醒大家說 要記得帶CK OK 然後 等一下這件事情是鬼東要求的 鬼東沒關係啊 沒有那麼吐槽啊 我從你的表情就能感受出來 這完全就是為了工作啊 完全都是為了工作 辛苦你了 但是不得不說 雖然嘴巴上講沒有關係 但是你幹的真好 幹了幹了 這首打得漂亮 做的是真的好 玩的不錯 最近的事情聽說你跟房東吵架了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可以先講 我跟Vivi怎麼認識的 可能會比較順暢一點 你跟Vivi怎麼認識的 我剛好講過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你跟Vivi怎麼認識的 就是我有一天跟阿翁跟阿棟 我們在他們家 然後我們就半夜在聊天 聊聊我們就突然聊到說 相不相信這世界上有鬼 我跟阿翁就是秉持著 我們也沒有看過 那我就不相信 但是阿棟就是覺得 這世界上一定有 然後我們就吵著吵著 阿棟就說 不然我們現在直接打電話給Vivi 然後那個Vivi的室友咪咪 就過來彈開了那個什麼液晶 就說 你們現在把人類圖拿出來 我幫你們每個人診斷一下 快點 好 這通電話了 然後你們就遠端命理諮詢 5到6小時 OK Very good 還有送費嗎 沒有沒有 賺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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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賺爛了 你以後那個仙姑知道之後 你可以算你前半個贏了 還不容易說 這幾個人 他好像是感覺都很像 你不要 仙姑有知道 他今天還昨天的實況 就是幫觀眾開始算 瘋狂算命 瘋狂算命 然後開始消耗陽瘦了 他有幫你算出個什麼 所以然來 你覺得很值得分享的嗎 就 人類圖算一算 就有一個東西叫 快樂閘門 這個東西他說 他跟快樂崇拜有關係嗎 不是 所以如果快樂閘門一打開 裡面就有一個 湯瑋柏 你怎麼知道 湯瑋柏在跳舞 我跟妳講 看這閘門接下來超鬧的 快樂閘門 我跟你講 快樂閘門就是呢 我只要保持開心 我身邊的人跟我自己 都可以得到好運 然後我從那天起呢 我就蹦蹦跳跳 跟大家說 我要一直很開心 然後 就發生了非常多的詭異事件 自從我開始開心以後 像是 因為我剛搬家 然後為什麼會搬家的原因 就是快樂閘門引起的 前一個地方住的鄰居 他本來就很怪 我可能什麼事也沒做 他就一直上了暗點 你說我很吵 有一天我在開直播 我就坐在椅子上 而且我還在打字 我連話都沒講 他直接上了暗點 你跟我吵架 因為我說我直播 我就坐在椅子上 我連弄都沒弄 他就說 你就是很大聲 你就是在敲東西 搬東西 你到底在幹嘛 很吵 吵到我 我們就這樣爭論到警察來這樣子 後來我就搬走了 就是要覺得 我換一個新地方 謝謝 開心 結果到日本就掉了錢 我掉了兩萬塊日幣 什麼意思 這些事情是連續的是不是 對啊 就是 剛搬走我就飛到日本 然後飛到日本 一到沒多久我就掉錢跑了 哦 那你有沒有去把那個 林志穎他們那邊招牌砸了 哈哈 快樂閘門打開了 他們每天開在新宿 然後被林去噴噴 還要噴血 到底是怎樣啊 人家現在的那個營業 很多人 你知道這樣招牌嗎 不是這樣講的啊 閘門已經開起來了啊 東西都沒了啊 那你現在把門關起來了嗎 嗯 半開狀態 我發現太開心就會出事 我後來租了新地方 然後我就很開心 覺得哇要換新地方了 房東還是要買新家具給我 就到處跟我身邊的朋友說 我很開心快樂閘門有用 就在我超開心的那一刻 聽房東傳來說 我有點後悔 我覺得買新家具給你太虧了 我就說可是我們已經講好了 就是我發現我只要一快樂必出事 就是會出不好的事情 這必出事 那你今天來很快樂嗎 嗯 請你收集你嘴角的笑容 他其實當初是跟你講 這個閘門要關好 不是跟你講要開 他強調我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開心 要帶給身邊的人好運啊 也對啦 因為你把你好運 你把你好運出去 你走了大媽開心啊 然後錢丟在日本 日本人開心啊對不對 然後你不買家具房東也開心啊 確實啊 你爸很嚴喔 對啊我爸超嚴格 那你應該是個很乖的小朋友 就是應該說他要我做一我會做一 但是你阻止不了我做二 那你做了什麼二呢 像是我國小的時候 我國小大概三四年級 那時候很紅摩爾莊園 摩爾莊園有一個東西叫摩爾論壇 我就看了那個論壇以後 我就自己去學著 架了一個論壇 然後去裡面開製圖店 跟發一些製圖教學這樣子 但是我爸超生氣 因為我在那邊認識了一些 志同道合也喜歡做這種事情的朋友 也喜歡種菜的朋友 做圖片 喔做圖片 就是那時候會用什麼Photoshop啊 什麼的 小學生為什麼會等Photoshop要怎麼用 就自學啊 這是你的興趣嗎 嗯應該算吧 那時候對我來說 這些事情就會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爸不讓我出門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跟同儕有太多的接觸 那反過來說 我都在家裡偷偷使用網路 交到網路上的朋友 就是另外一種慰藉 小確幸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以前其實在跟那個 班上或者是學校的同學 感情不是很好是不是 就可能也關於我爸對我很嚴 他國一開學第一天 那時候就直接給我去剪了一個 超短爆炸頭髮 當然大家國中就是在 交新朋友第一天在認識新朋友什麼 我就覺得格格不入 所以他們就會欺負我 國中三年我的綽號叫仇女 妳以前叫仇女 妳以前叫仇女 那誰叫仇女 妳發寫真給她啊 妳本來就爽啦 看看妳現在長什麼樣子啊 後來國二可能頭髮留長一點 偷剪我的頭髮啊 可能是分組 然後就啊要跟她一組我不要 就是類似這樣 偷剪頭髮超壞 剪頭髮真的蠻壞的 其實我在學校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是有跟我爸講過的 然後我爸就是希望我自己好好的去處理 然後後面就是大家 什麼意思啦 我就一個國中生 你要處理個屁啊 他就說你應該要自己去面對這件事情 叫父母去處理 不會真的解決到你的問題 而且我爸做了一件最嚴格的事情 我媽超生氣的 是去學校當著全班人的面 但是老師說 他做錯事你就打他 沒關係你可以打 如果說你不放心 我可以簽同意書讓你打他 就是要丟臉才會長記性 然後 所以班上的同學就更覺得 我就是一個很好奇蹟的人 對就是有太妹 就是那種小混混 在學校裡面 他就傳信息給我說你今天敢出校門 你就死定了 那天是我唯一叛逆沒有早點回家的一天 我就躲到了可能六七點我才敢出校門 我就跟我爸說我為什麼晚回家 因為有人威脅我什麼的 結果我爸回我說 啊學校裡面有一億兩千個人 啊你怎麼不想想看人家為什麼要對你這樣子 好啊 因為你 在班上這樣講啊 收得好哦 對啊 就是我是覺得他可能只是 他比較嚴格啦 他就真的是很嚴格而已 他對我的期待也太高了 對他很 就覺得這些事情我應該要自己好好的想想 好好的處理 欸這有那個國中的照片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這是國中的醜女 那時候的錯還是醜女 也還好啊 就是不喜歡的都是醜啊 就長得好看也要說他幾八啊 或什麼之類的 卓翁森就是一個嘴臭臭的年紀哦 高中有照片可以看是不是 跟我現在也差很多 差很多為啥 這麼像我啊 哎呦 哎呦 哇靠 靠你長得也太稚嫩了吧 哇靠也太好看了吧 後邊這個好稚嫩哦 太誇張了啦 很離譜欸 後邊這個跟有些人貼的AI照 感覺這個差多了 所以之前你在這個開始控之前 你有試著可能去看誰的實況 看一下要怎麼樣執行這件事情 嗯 一開始我的實況風格呢 跟現在是差很多的 因為我可能看的是 像是那時候很有名的 桃園納美之類的 哦你一開始看桃園納美啊 桃園納美 這樣學不來欸 那你一開始是這樣學的嗎 那你學了 那你學了什麼東西呢 就說哦 原來女實況要這樣子開台 然後 然後做了 那算是做了一個正確的示範 謝謝你大美 所以 所以你在背面台就是穿這樣 然後在吃東西 剛剛好像有那個觀眾有講嗎 你穿的那個稍微清涼一點 然後在那邊 稀稀疏疏疏 沒有就是 那時候在吃便當 然後那個便當很大一碗 所以我就 拿不起來 我就是低頭下去 這樣 然後 那個畫面 這樣就是你人在下麵 然後開始 對 然後 對對對 那個聲音就一直發出那個吃東西的聲音 不是啊他為什麼吃便當會稀稀疏疏 吃麵才會有那種 你有暴風吸入嗎 暴風吸入 就一次要吃超多口 然後 剛剛是你的招式嗎 沒有啊 剛剛是你的 剛剛講出 暴風吸 怎麼樣啦 怎樣 點擊滑之後 幫他上一下動畫 暴風吸入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我們要問問題的話 一定要那個啦 一定是要往重點方向去問啦 請說 想問一下這個女孩子 對於這個折惠條件啊 喜歡男生的標準啊 這些 這種比較熟悄的問題 剛好呢 也是符合小弟弟我呢 最想問的問題啊 不知道有沒有幸運 可以了解一下 喜歡的男生類型 大概是哪一種呢 先下一個結論 我不喜歡壞的 OK OK 壞的 我這個 還是壞掉的 壞的是怎麼樣 壞的就是不喜歡壞男人啊 花心的男人 各方面啊 剛好我很專心 你最專心的耶 對你看 我還不喜歡說謊的男人 這很壞 真的假的 剛好我最誠實 我又專心又誠實 我想到我已經中兩點了 再一點可以結婚 謝謝 謝謝 怎樣的舉動會看起來很乖 你看這個看起來就很壞啊 你說我看起來壞掉了 你說我剛剛喝水 哇你這拿杯子好壞喔 你這手機拿法超壞 超壞 那他做了什麼很壞 就我哪裡看起來壞 最壞的地方 我這樣會不會誇到你 讓你太飄啊 不會不會 你講啊 就你看起來會 你不誇他他本來就很飄 所以你就講 他不在意 我本來就不在意 我會覺得你會有很多女生接近 我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地方 你這樣講就不對了 因為他的桃花到進棺材前都很旺 不是這樣說的 就讓很多女生接近 像我們這樣的人才可以為了你對不對 把其他人都斷了啊 這樣你才不覺得是很絕心嗎 我是有看過你點獄長言論的人 門要打開來 你有看過我的點獄長言論 對 那你是屬於一定要關門的就對了 我沒有屬於一定要關門 但是我不喜歡 外面很多人站在這裡 你說我這個牢房雖然說門是開著了 我沒有出去 但是外面有很多人一直往裡面走開 對啊 我就不喜歡 你不喜歡人家看你的囚犯 就只開放參觀而已啊 為什麼要參觀 大家想要關心 一定要模範牢房的生活 因為我是觀賞戲美少男啊 對啊 所以你不喜歡很多人要跟你那種 爭奪的感覺 對 我不喜歡這種 你不喜歡有人在觊語 要擔心這種擔心戲的 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喜歡挑 我個人覺得比較安全一點的 那如果他是你覺得很安全 但是結果他超級多女生喜歡 那我就要看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唯一了 那我剛說那個你又不行 對啊 為什麼他這樣不行 因為你看起來就不會把人當唯一 他會啊 他會啊 我會啊 他會啊 我可以 我可以 你要相信我 他可以為了一個女人 你要相信我 放棄一片森林 我不相信 我絕對不會相信他 為什麼會這樣又不相信 你剛剛為什麼不相信我 OK 所以怎麼樣都不會相信我 對 你是不能相信的 OK OK 你被跌標籤了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不會相信 不會 我們抓五個人之外 咪咪蛋 ZOD 龜狗 再放一個誰 小呆瓜 好 放個大呆瓜 我 那我這樣真的會選龜狗 龜狗是裡面女人員最好的 龜又贏啦 恭喜你啦 恭喜你 龜狗 又贏啦 龜又贏 有一個重點是他喜歡保宗馬鈴 我喜歡Aqua 我喜歡大雨T啊 因為我大雨T抱枕啊 我VT滾呢 我剛才隨便幫你想一個 我本來還跟VT一起玩 我覺得喜歡VTuber的男人不會壞啊 那就是我啊 沒有 我們其實都喜歡VTuber啊 我喜歡大雨T 我還叫他打瓦蘭特 那你沒認真交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 因為他有時候擊殺比大雨T還少 啊 那你沒認真交 我也不知道 你是在抽誰了 結論啦 VT的真理啦 OK 有什麼要說的嗎 祝福我啊 你不喜歡我 也沒人喜歡我啊 我要跟大雨T那個 雙屬雙飛啊 你不是跟 你不是跟達達嗎 蛤 蛤 你入戲太深了 你會真的有走心的觀眾啊 沒有 沒有 我是看聊天室在講啦 我完全沒有跟那個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 那這邊幫你重新聲明一下 他是跟倒一梯 哦 對對對 我是比你什麼 我是比你倒一梯 倒一梯跟達達你會選倒一梯 倒一梯跟達達當然選達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會這樣比呢 對 這樣比不了啊 二三次元怎麼比啊 充花的啦 非常感謝今天咪咪來 咪咪感謝你的分享 讓我們更了解你了 感謝大家陪伴 大家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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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